四地曾属于中国,千年来多次被纳入中国版图,现在已被国人遗忘。 俄罗斯联邦土地众多,地大物博。 现为人知的是,如此大的国土上,有着属于中国的一块领土,至今还未收复回来。 该领土占地面积整整18万平方公里,曾叫做唐努乌两海。 现名为土瓦共和国。 在唐朝年间,该地区是唐朝的领地,被归入安倍兜户府管辖。 待到一百多年后,皇帝为人慷慨大放,将领的赠予了回谷。 等到宋代,该地区又成为了元朝的一部分。 然而,明朝能力有限,没法统一中国,以至于该地区一直为蒙古所有,随着蒙古和中原和亲盛行, 此地有被纳入大清。 大清对领土治理有方,开始了一系列的管护措施,不仅在此地设了官, 还建立了一系列机构体系,还加强贸易来往。 后来,清朝夜郎自大,故不自封,以至于他国入侵清朝, 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,其中,杀额以强硬的手段带走了唐努乌两海的部分领土。 而暗中蓄力,野心勃勃,在五年后,沙俄又强迫清朝割让该地领土,以此扩充势力。 尽管此时该地大部分地区仍属于中国,沙俄势力过剩, 强迫性在该地大稿渗透,移近大量沙俄人民。 不久,俄国爆发革命,自身难保,中国借机又收复了唐努乌两海。 带兵入住,源源不断增加了该地的居住人口。 可惜,虽然中国重新拥有此地的领导权,此地却很早就被苏联建立了政权, 很多沙俄移民还经常闹事,最终使得该地民不聊生,不断落后。 最终,该地宣布独立,最后建立起唐努图瓦共和国。 由于多年被苏联主政,该国和苏联密不可分,最终成为了捍卫苏联战争的前头兵。 待到二战后,苏联解体,唐努图瓦共和国正式改名为图瓦共和国,成为了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。